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非常的多声明远播 我就很想问问葛老师 那你在大陆上的案例 有没有让你觉得非常有趣的 印象深刻的 我个人倒是蛮喜欢做海外的风水的勘语的故事 为什么 因为可以顺便去旅游 但是要有知名度还要再大一点 希望透过你们的节目 有人以后找我去看风水 我就可以去各地旅游 大陆有 我在深圳 上海 北京 珠海都有我的客户 尤其是上海跟北京特别多 上海跟北京 这都是很大的都市 还有恒店也有去过 恒店的话那边都是这个 算是中国的影城 拍戏大戏 那个布景很大 真的啊 他们要看风水 他们那边很新风水 他们是拍戏看风水吗 他们很新 商家 对对 他算是一个三线还四线的城市吧 恒店 然后我也觉得那边也蛮美的 这几年的话 当然就是住在珠海 也比较多 那老师可以举几个例子 让我们来听听吗 珠海就是代表作 因为我就是看那两家 一个是月子中心 月子中心 现在已经卖掉 他是做了珠海最大的 这个叫做慈心园 这个名字可以讲 大陆不是一胎化 他们要月子中心 现在变两 现在可以讲 现在两胎化了 对对对 所以月子中心就新钱了 所以当时不知道 但是你看 那个我和那个 我这个客户 他就有那个命 他的命就是做生意的命 然后呢 你看他去投资月子中心以后 那他那个格局 不是很好的格局 而且那个 你是说商店的格局 还是说他个人 他那个很大 他那个月子中心非常大 而且是五星级的设备 从我们台湾聘请过去的 那个医疗技术 那你觉得格局 是指他的这个格局 因为他的里面 很多地方是没有窗户的 所以他的窗户 都是变成要做装潢型的 你说建筑物本身的格局不好 对 他的这个零零角角蛮多的 然后 但是我还是有帮他布局 因为就是把这个主事人的这个地方 那我也有告知他说 这个营业的地方 一定要是女孩子为主 你做月子中心吗 是他那边的格局 是女人在讲话 这样子 对 所以没办法改 他已经挑了 所以挑好以后 再去更改格局 就有些是可以 有些是完全没办法 我就会 他那个就是硬改 硬体 硬体就是这样子 对 那我们就帮他更改 那后来他们也好几个股东 那在去年就 这个头的时候就卖掉了 那大概赚了一个亿吧 一个亿哦 一个亿 人民币还是 我记得好像是台币吧 那一个亿也是好多 但他们几个股东分一分嘛 就一人分个几千万有 所以掌权的还是女生吗 掌权的是女生 但是老板付钱的是男生 对 那我还有几个股东 那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那当然透过这个月子中心 我又认识一个 算是七年 七年级生的吧 他是做这个 七年级生 对 做健身院的 健身房那种 他开健身院 他的父亲也是知名的这个电子 做电子业的商人 都在台商界都非常具有知名度 那也都是 现在也都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呢 他这个办公室什么的 就是我去布局了 那后来布局 好了 好了他就没来找我了 对我每次都是小事 那现在已经有合作到 做一些生意 已经这样子慢慢已经 蔓延到第四家 光一个健身房 已经到第四家了 对他做的蛮好 那个名字也是 他名字也很特殊 你是用英文名字 电的名字吗 对 用英文名字吗 他的电的名字是用数字 什么意思 我们透露一下吧 可以讲吗 可以啊 欢迎他听啊 是哦 那就10 to 10 10 to 10 10对10 对 因为他的那个五行的这个东西 是他要精 那这个发音这个当中呢 里面就是有精的音 我们发 木火土金水的 除了在字意里面有以外 在发音里面一样有所谓的五行 所以 10 to 10 有五行 你只要发音是有那种 跟鼻腔有共鸣的 跟胸腔有共鸣的 n的这种 这个就是属于精 在五行他就是属于精的音 太有学问了吧 不会讲穿着就不值钱了 但他这样一讲 就被人家学走了 这是很难耶 很难学的 这个事实上 我们也不怕人家学 因为这些都是基本的教义 我们在上课的话 一般基础班都会教了 基础班你就教这么难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难不难 因为我觉得人都是 我相信一个 真正的一个领导者 好的领导者 他一定更是一个 更专心的学习者 我觉得领导者 通常都有这种担当 所以我觉得 任何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我相信他都是终身学习 那老师我来问问您 我们希望之身 好像没有 没有你刚才讲的 旺就是精 之 身 身也是精 真的吗 对 旺 西的话本身是火在土 旺里面就有精 那之勒 是不是火 身就是精 对 然后我们再看 希望之身 的这个 主讲人是谁 那还有这个电台 是什么时候开始成立的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精 对他有什么帮助 有什么样的地方要注意 我们就可以推算出来 那我得去问问我们 希望之身的总裁 可以啊 那如果说好 好比说是 穷文姐 你说你来主持 这个希望之身 好 那我就会说 那我就会希望您的八字 我就说 你要哪一天生的 我都看 这个希望之身 对您来说 他是属于一个什么性质 到底是 可以教育人的 还是可以做生意的 还是就是 纯粹服务性质的 还是怎么样 身心灵的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 就是说 穷文现在主持 希望之身 这个节目叫做 命运大师算一算 那是不是会红呢 命运大师算一算 那那就要看这个 看这个 这个老师 看这个老师的 有没有这个魅力 那你穷文姐 是带的都很好 那这个 这个我们也要看 自己有 有没有这样的 这个命 然后会不会红 事实上 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发觉到 我们都是在推敲 正向 政治 政见 来去改变命运 我觉得这个是 现在的社会 最欠缺的 一般人都推崇 这种有怪力乱神 甚至讲一些 别人看不到 这个我个人是 比较不赞同这样 我觉得任何事情 就是讲 就是用常理 然后要让人家 看得到 学得到 碰触的到 然后马上就能够感受了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有效 或许你说这是一种 智商吧 我觉得 如果以命理来结合 心灵跟智商 能够给这个来访者 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 甚至挑对 挑到对的伙伴 或对的配偶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对 其实我们成立这个节目 开闭这个所谓的 命运大事算一算 也是希望带给听众朋友 非常多的新的希望 跟新的未来 透过老师这样子 专业的这种知识 还有这么多的案例 那今天非常谢谢 葛老师 谢谢 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回再见了 别忘了 命运大事算一算 拜拜 拜拜